恒大赢回进九球的暴力鸟,建制八连贯,四千万卖出一亿回购,恒大官方公布消息,保利尼奥回归了,具体是租借,租借期限为一年,保利尼奥以四千万欧元转回巴萨,上赛季在巴萨打进九球,是西甲中场进球最多的球员,俄罗斯世界杯又打进高难度进球,可以说这个状态下的保利尼奥状态火热, 那为什么又会被租借出去呢?租借的不是别人,而是已经中超期连贯的广州恒大淘宝队,现在是租期一年,基本上告诉你,租期到了恒大会高价回购保利尼奥,具体有多高价,比转会到巴萨的四千万欧高的多,一元也有可能,保利尼奥可以无动对接,不需要适应,不需要磨合,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广州恒大打出来的, 队友还是那个队友,中超还是那个中超,就是恒大的教练从肥斯变成大帅哥卡纳瓦罗,当初是巴萨看中,保利尼奥主动想走,现在是协商租借,保利尼也没有什么反对不满, 这个中间隐含太多信息,说直白点无非是战术底位,利益关系,保利尼在巴萨的出场机会相比于加盟时下降很多,他自己心里也清楚,所以还不如回到恒大,足够的出场时间让他发挥,毕竟,已经去过巴萨,打进九球,他已经证明自己了,看看剩下的中超比赛 恒大的表现吧,也祝福保利尼奥回归,然后希望明年恒大和保利尼奥的合同,不要太惊人。